嗨,大家好,我是Digelie,你们可以叫我Digel所用 今天我们要讨论关于这个bride case 数学的 数学的page 48 page 48和49 这个我们是讲关于应用题 可是重点是讲说他们是加减乘合除 所以我们每次都是要看keyword 所以我们知道加的keyword是共 减的keyword是财胜 还有还有剩下 ok或者是相差 成的话它也是共 可是你们要看那个题目不要给它骗掉 这个除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是平均平分或者是个 ok我们一题一题老师跟你们讨论 第一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应用题里面记得 我们是要写横诗指示还有答 ok我们一起看 礼堂里有223个学生和46个老师 礼堂里一共有多少个人 ok在这里它的keyword是什么 快点把它圈起来 老师看到是共 所以共在这里你觉得是加还是成 在这里看它有223个学生还有46个老师 在总共那边里面里它有多少个人 所以在这里你们知道是拿来加 所以就拿223加46 所以等于多少 把指示算一算你就算得到答案了 如果讲说你要写答的话呢 答的话我们有两种写法 一你可以写那个比较短的方法 就是你从多少这里开始你就写你的答案 多少那个字字不需要 所以就写269个人句号 或者是当男老师是鼓励你们是写完成的答 就是从这个最美一个的最后一个句子开始 礼堂里一共有多少就变成你的答案 269个人 所以文号变成句号 ok 来我们这些我们看那个keyword 我们keyword这里是还有多少 ok妈妈买了68个杆 其中12个坏了 还有多少个杆是好的 ok在这里你就看 所以你还有这个是那个keyword 所以你觉得是加减乘还是除 ok 所以我们还有还是很剩下相差 都是属于减的 所以我们就把大的号码减小的号码 你觉得可以小的号码减大的吗 不可以 所以就拿68减12 所以等于是56 所以一样的把最后一个句子挂呼起来 这个是写你的答 把问号变成句号 所以你就写还有多少的话就变成你的答案 还有56个杆是好的 ok在这里第三题 一辆自行车有两个轮子 八辆自行车共有多少个轮子 像他讲 one bicycle have two wheels if there are eight bicycle how many wheels are there ok 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他是keyword是共 可是你还觉得是加吗 如果是加的话 他现在是问一个脚车有两个轮胎 这样还有八个 没有可能是二加二加二要加多少次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short的方法是拿来乘 所以我们就画 你看 所以我们一个自行车有两个轮子 ok 所以我们有八个group ok 有八个 一二三四 五 六 七 八 ok 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 很熟悉吗 就是惩罚的 所以每次惩罚是组成多少 所以他的组是有八 八成多少个 两个 所以八二等于16 他的答也是一样的 所以是在这里 所以你就写八辆自行车共有多少的话 你就写你答案 16个轮子 把问号变成 句号一 等你回答人家 你是没有那个问的字了 ok 这个问的是 是没有的啦 ok so next 我们看这个第四题 姐姐把25朵花 平均 他放在那个花瓶上 所以每个花瓶各有多少朵花 ok 所以keyword是平均 ok 他平均他放在哪里 放在五个花瓶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 你就知道 平均这个keyword就是给除 那除的话 你觉得是 是主 主除多少吗 跟这个成的一样吗 不一样 所以记得 如果是除的话 是多少 除 主 是跟成 倒反的 所以这个是多少 大的号码 除小的号码 就把25除 5 所以就算 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答案啦 当然答案老师是 鼓励你们是写长的 ok 所以每个花各有 多少就变成 他的答案 五朵花 把问号变成 句号 ok 在下面这里呢 我们这里可以 保持圈强 keyword 你们可以自己 try try做 像第五题 评分 你们只要是加减乘 还是除呢 ok 在这里也是一个字 评分 评分的时候 你看平均 评分都是一样 所以他们是属于 除的 在这个page 这个是page 49 ok 在page 49 你发现到 还有没有keyword 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没有 我们来一起读 林阿姨有24块 上名字 每给 分给每个孩子 4块 林阿姨有多少个孩子 ok 所以这个林阿姨 还有24个sandwich 她分给 keyword是分给 ok 分给 每一个小孩子 有4块 ok 这样的话 还有那边有多少个孩子呢 所以分给这里 你觉得是加减乘还是除 答案是除 因为我们记得有评分 评分 平均 所以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分的字 也是等于是给除的 ok 在这里 我们看 还有keyword吗 没有 那我们就读那个句子 阿姨 16岁 妈妈比她大 26岁 这样阿姨 等妈妈 多少岁 多少岁 所以在这里 她的字 keyword是在这里 比她大 所以比她大 是比个 所以比她大的话 是不是觉得是加 还是减 答案是哪 加 所以加16 加26 等于 42 所以答案 你们可以从多少 这里开始写 或者是 你可以从这个 最后一个句子 开始 ok 当然老师是鼓励你们写 长长的句子 因为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练习多一点字 然后你们下次也可以 更厉害回答这些题目 所以你就可以写 阿姨的妈妈 多少变成42 所以阿姨的妈妈 42 所以文号变成句 好 在第9题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keyword 叫做海胜 所以海胜 我们是讲加减乘还是除 所以当然是减 在第10题呢 这里有个共 可是我们好不好 我们讲说共 很tricky的 很special 因为还有可能是加 也有可能是成 我们读一下那个题目 妈妈买了五袋苹果 每袋有三个 妈妈共买了多少个苹果 他就讲妈妈有五个袋 买了五袋苹果 5 bags of apples ok 5 bags of apples 他讲每一个 每一个袋子有三个 there's three apples in there 这样的话 当你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你觉得是加减乘还是除 你们自动都会知道是 好来 乘 加是可以 但是你没有可能一个一个 加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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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多一个短片的方法 我们用乘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拿五乘三 要记得group 就是足乘多少 ok 记得是group乘多少 才可以等到你的答案是15 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它是讲说 一个蛋糕可切成四块 这样五个同样的蛋糕可切成多少个 它讲同样哦 所以它讲 one cake can cut into four slices 这样它讲有five cake five same cake ok 那我们这里要怎样呢 当我们画到这个图的时候 你发现到它有一个足 ok 它有发现到一个group 然后还有多少 所以在这里你就把 足乘多少 所以足在这里是五 五乘四 等于二十 第十二题 它有它没有答 所以不需要写答 在这里我们写需要横式和指示 我们重点我们要看它的keyword 它讲六百五十与四十五 相差多少 重点是这个字 相差 相差的意思是 它的difference difference是讲说 加减乘还是除 就是它的分别 所以我们就拿来减 ok 所以把六百五十减四十五 所以你可以找到你的答案 记得减的是我们要结尾 ok 既然就是到此为止 你们同学们加油 ok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老师 谢谢